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到开会中间只隔了一天 我们知道通常的三中全会是在秋天开 那这次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中间只隔了一个月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是中共做出这种特殊的安排 对 这次的安排是非常反常 但是它要放在三月初的两会会期之前 开一次中央全会呢 这个本身倒是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月份开的那个十九届二中全会上面 本来应该提出的所谓国家机构领导人选的建议名单 它没有拿出来 那么它就必然需要再开一次中央全会 在三月五号的人大会议开幕之前 它要把这个名单拿出来提交给人大 所以造成三中全会这次如此紧急的召开 它的根本原因是二中全会上应该完成的任务没有完成 所以它就必须得再开一次中央全会 所以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今年这个中共的政治活动特别反常的根本原因呢 是在今年年初习近平他要推出的任务实在太多 第一 他要修改宪法 要把自己名字命名的思想加进宪法 其次呢 考虑到还要取消任期制的问题 然后呢 还要推出国家监察委 还要推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 还要很可能把王岐山重新拉回来复出 所以这么多事情呢 他放在二中全会一次会议做不完 他就没办法 他就很可能就得分成两次去做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二中全会以后和两会召开之前 这一个月非得硬塞进去一个三中全会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修宪这件事 这可以说是引起了舆论震荡 在25号呢 就是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那里面最引人注意的是呢 拿掉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 也就是连任两届现在把这个限制拿掉了 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习近平非得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确实比较令人费解 因为没有人规定说修改宪法 必须在本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做完呢 他是可以把目标拆分成几步 然后分步骤来完成 你像中共1999年修改宪法 是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的第二次会议上做的 2004年那次修改宪法 是第十届全国人大的第二次会议上做的 他不是说非得在本届人大第一次开会就得把修改宪法这个事做了 所以从外界观察的角度呢 习近平似乎是可以本次修宪 只把自己名字命名的思想加进宪法就可以满足了 至于说修改任期这个事 他可以明年做呀 可以后年做呀 他最迟可以2023年 他这届任期结束以后的那届人大开会再做 也都来得及 只要他权力在手 他随时可以做嘛 因为人大本身就是个橡皮图章 只要听他摆布就可以 所以他为什么要把所有任务集中在一年 避其功于一亿 这个确实比较令人费解 那我这呢也没有完全有把握的解释 但是我推测呢 因为取消任期限制和他逻辑关系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接班人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从十九大以后 习近平一直就没有提接班人这个茬 那在这个事情上呢 他可能和江泽民这些政治老人之间呢 有比较紧张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些政治元老呢 就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就是习近平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个话你要说清楚 那么今年开这个两会呢 习近平想完成的任务比较多 他要推出国家监察委 同时他还想让王岐山复出 那么这也是他的对手制约他的一个最佳时机 也就是说江泽民这些政治老人可以说 你想推出国家监察委也好 让王岐山复出也好 行这些事都可以 但是你把接班人这个事给定了 也就是说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的话呢 对于习近平的对手来讲呢 也确实没别的机会了 可是偏偏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他就不能妥协 所以这个事情闹到最后逼得及了以后 他也没别的辙 就霸王硬上弓 就通过修宪这个事情 把宪法当中这个任期限制给拿掉 意思就是说五年之后 他还会继续连任 那么现在就不需要谈接班人这个问题 所以就相当于把这个接班人压力的给怼回去了 我们看到在海外呢 就是习近平会恢复这个领袖终身制 对这一点有比较高的这个顾虑和焦虑 那你认为习现在迈出这一步 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领袖终身制 取消了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 准确的说他是为恢复中身制铺就的道路 是创造了条件 对习来讲是他自己掌握的主动性 但是现在还并不是一种确定性 意思也就是说五年之后 习近平要不要再当国家主席 他自己说了算 他可以干 他可以不干 但是别人不能拿这个接班人任期这个事情 来逼他做出什么样的让步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当然觉得五年之后 习近平继续干这个国家主席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因为按照中共的历史 就是当党的领袖和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有两个不同的人分别担任的时候 他是比较容易产生内斗的升级的 比较容易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当毛泽东当党中央主席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的时候 他就造成了毛泽东这一派的体系 和刘少奇发展出来的势力产生比较尖锐的冲突 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 再比如说在六四之前 是李先念当国家主席 赵紫阳当党的总书记 当然李先念的背后是邓小平这一帮政治老人 但最后也是为六四期间 这个权斗的升级破局埋下了伏笔 所以以习近平的立场来讲 他不希望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一系列斗争再重演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去兼任党的领袖和国家主席 把这两个职务一肩挑 以及他再当军委主席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有可能习近平也会发展出另一种接班模式 就是他自己当国家主席 再当党中央主席 比如说恢复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的话 同时他再当军委主席 而他自己相中的一个接班人 当总书记或者是党中央副主席 也就是说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虽然说他没有实权 但是在现在这个体制中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他仍然有一定的宪法权利 所以他仍然可以扮演一免旗帜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这面旗帜交到另一个 跟他不一挑心的人手上的话 那么反对者仍然可能向这面旗帜之下汇集 形成跟他对抗的格局 那么经过这一轮习近平修改宪法 以及19届三中全会 你觉得中共的高层内斗 现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 如果说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的几个月期间 中共高层矛盾相对缓和的话 那么经过这次修宪 我认为是相当程度的被严重激化了 因为经过这一次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对习近平的对手来说 他就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接班人这个事情 他就没办法拿这个事情继续去制约习近平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以后 除了政变他们就真的没别的手段能够去限制习近平了 可是现在军警情报 还有宣传和金融这些重要的部门 都被习近平掌握以后 想政变的途径都没有了 所以对于习近平的对手来讲 现在进入了一个怀恨在心的折服期 从习近平这个角度来讲 他搞霸王硬上弓 强行修改宪法 那也就是表示不再和党内其他势力谈判了 那也就是完全用硬的手段来压服了 所以从这个事情以后 中共的高层矛盾应该就进入一个分水岭了 它的可调和性就大大降低了 同时三中全会上 它的会议公报并没有重申修宪的内容 或者说修改宪法的重要性 当然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 没有在三中全会上出现过 或者说这些中央委员们 没有被施加这种压力 要去认可要去表态接受这个修改宪法的结果 因为这个确实是当前这个中共政治生活里面的一件大事 十九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重点呢 是党政机构改革 当然这本身也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中共过去的这个机构改革模式 是留下和尚拆了庙 意思就是说只把机构合并 但是人员不裁减 所以它最后就会发展成为越精简越臃肿 越合并改革 然后它的效率越低下 因为你裁来裁去 你不裁人 那就等于把东西从这个兜里放到另一个兜里 它实际上并不提高效率 也并不减轻财政负担 反而在这个机构改革过程中 过去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这次中共所提出的党政机构改革 它矛盾的焦点是到底要不要裁人 就是要不要裁公务员 裁的幅度有多大 所以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是从不同的角度 在快速推进他的计划 那么党政机构改革 它肯定会在体制内产生比较激烈的矛盾 同时修改宪法会跟高层的矛盾也比较激化 同时取消了任期限制这个事情 让社会舆论哗然 很多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 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围绕着习近平 各个方向来的矛盾都在不断增加 那么这次修改宪法 把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这句话加进了宪法总纲的第一条 但如果这意味着死保共产党 一条路走到黑的话 那确实现任当政者 在体制内和体制外 就都被鼓励了 同时被鼓励 真成了孤家寡人的帝王了 好 谢谢文章 谢谢安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 大陆新闻节制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